IT全部报 包括曲面玻璃 巨型大门 太阳灯面板等 Campus 2的庭院包括步道 两个咖啡厅 户外自住餐厅 樱桃树 建设中心和喷泉 而内部设有中庭和一个巨大的自住餐厅 这都与苹果公开的渲染图相同 感受到隆隆的欺骗风了吗 哦忘了说我的世界 只是一款3D杀合游戏 本来就和现实不在一个世界哦 今日许多网友反映 自己的快递比年前物流繁忙的时候更慢了 红尘快递几天都到不了 一些快递公司甚至让自己去物流仓找件 百度铁白有网友爆料 北京圆通某站点积压几万件快递 电话打不通疑似倒闭 类似的情况在上海也有出现 圆通客服回应称 因为春节席间压货多 所以有很多网点人手不够 导致派件延期 不过移民快递小哥却表示 很多快递员都敢行送外卖了 比送快递轻松多了还有奖励 而快递员每件最多只拿一块钱 延误了还有交罚金 服务态度不好还要被投诉 然后出现快递员人员缺口 难以招聘 导致部分快递仓库积压严重 不过不给快递员加薪就算了 还想趁机降低一下服务质量吗 阿凡达2将于今年8月正式开拍 此前卡梅隆已经亲口确认 四部剧本已经完成 电影还给出了一支的 阿凡达5的预计上映日期 不过眼下大家还是更关心 阿凡达2的相关信息 日前阿凡达的男主演 萨姆沃星顿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阿凡达2会让人感觉前所未有 世界观比以前更加庞大 但本质上来说 还是一部讲述家庭故事的电影 詹姆斯卡梅隆计划 今年暑期开拍 他需要时间来打破剧本 让剧本更加完美 萨姆沃星顿透露 他已经看完了所有的剧本 觉得非常棒 故事将发生在阿凡达第一部的8年以后 杰克已经在潘多拉星球上 组建了自己的家 虽然杰克已经收获了一段时间 但是潘多拉星球对他来说 还是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得来探索 阿凡达作为3D电影的开创性存在 在技术上给人带来了相当震撼的体验 不过其剧情和人物的发展 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警民们赶紧期待 钉子户大战拆迁对二的上映吧 大家还记得去年的PPAP吗 最后我来给大家推荐 今年的另一首神曲 就在今年到来之际 69岁日本歌手 Takeo Isti 与美国家族乐团 The Gregory Rogers 他做出品的一首洗脑音乐 小鸡特弓 他销魂的约的耳式唱法 让人直呼有毒 朋友听完小鸡特弓之后 本子表示太洗脑了 但是意外的事竟然还挺好听的 完全挺不下来啊 接下来也一起来奄奄读吧 The end of your life And you should know by my smile And the look in my eyes That you're about to be Massively forced to give up Chicken attack Chicken attack But you are back The fall in place to play Say my love come Let's put them Come on Chicken ass Go chicken go Go chicken go I'm gonna fly You want the sky 好了 今天的RT全幕报就到这儿 明天见吧 But you are back The fall in place to play